我想尊重召集委员的意见 因为我想这个部分其实是相当重要 我想我们刚刚承诺新委员讲的 或者几位大家委员主讲的 我们希望能够做得周延 那当然也希望时间上也能够尽量掌握住 那我们能够如果提出这样子的原则 我想当然问题争议就不大 那至少我们现在套图资料也有多少快处理的话 我想问题答案都可以把它处理出来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原则上这个案子我们就成立 这个专业小组的黄司律委员到赵宇仁 也同意再邀请几位国外的委员 当作里面的这个小组成员 当作一起来做处理 那办案去做工作小组的成员 来做尽数来做处理 那希望在四到五个月内把它完成 那如果这个原则清楚的话 我想刚刚也很清楚 至于说要处理决议第二项 我想问题就不大了 原则上当然是公安权跟防灾为主 那刚刚提到 注意通牌介绍原则 刚刚提的都不是所谓重要性 急迫性的东西 都应该等 这个我们刚刚讲四到五月内 这个原则出来之后 我们再进行处理 所以相关的风险 直接在处理情况下 就配合刚刚房委员的专销出来之后 我们才做这样的处理 这个原则 那这个情况下 我想大家还要对处理到重要性的急迫性 我个人认为稍微保留住是一点 实在说万一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状况下 可能 那我也希望不要动用这两个 状况急迫性 如果有什么特殊的话 如果特别有理由的话 再提大会来讲这件事情 原则上 我们还是保留住 可是基本上是讲 公安安全跟防灾 这些东西的情况下 那至于说 相关通解在处理的情况下 我想就等这个 方委员那个专销出来之后 我们再进行处理 这样各个委员可以吗 可以吗 那我们这个原则上 我们原来的第二点 决议还是再保留住 那 另外加一点就是 刚刚讲的专销小组的处理 那希望四到五月内处理完成 好 好 如果没有意见 我们这样子 就进行这个 所谓也是 处理上次的会议记录 如果各位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对上次的会议记录 就修正后 下期备查 好吧 好 我们今天在下一个进行案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下 本次新的委员 有一位 称会称委员 加入我们的 这个委员台 好 那我就进行下一个案子 包够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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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